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七点 六七点 那看到好像有好几家医院嘛 是 那也看到好像鼠离医院也有 有好几家嘛 对 然后有不同的状况 对 不同的状况 是 然后有的是被罚了八千多万 是 有的罚了是三千多万 那有的医师是被撤销执照 有的医师是被院长是被调职 有的被我种这个各种不同的处分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那些事情啊 这些不同的时间 罚款的钱 不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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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找到了 什么时候 这个影像那个鼠离台东院被撤职是两个 一个多礼拜前 什么时候 它总是要有个程序嘛 对 程序处理到一个程度 那我们可以做行政处分的做行政处分 可以做裁罚就做裁罚 移送检调单位去做司法处理的 那是司法处理 那个署长 您在电视上讲的这些资料算不算机密的资料 处理到一个程度 那就可以公开 那就可以公开 不算机密的 那所以在你上电视讲之前都算机密 你公开讲以后就不算机密 那有些早就已经上网了 有些已经上网了 只是民众不太知道 那为什么我昨天下午六点钟给你们要资料 你们不给我资料 我不知道你跟我要资料 你跟我要资料 我昨天下午 我透过我的助理跟你们要 罚款的金额 有哪些医院 有哪些费罚款 每家医院被处分的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如果你告诉我 我可以跟你讲几家医院 可是我不能讲 罚的金额 可是昨天请我回去看电视 你在电视上面所有的字幕都说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 哪一家发多少钱 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就觉得这很奇怪了 我就想说明一下 我知道 我一定给你 我觉得这不是机密 我觉得这不是机密 而且可以在电视上面讲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跟你们要资料 昨天下午六点钟钟 你们给我的答复 不能给 我想如果针对鼠立基隆医院 鼠立基隆医院是在局里面已经查出来 那确定要给他开罚 那我们的这个叫处分书要出去 所以那个是确定的 确定的是要停约一年 所以我们可以去算大概是多少金额 所以那个是一个概括 那很抱歉是说 委员跟我们要的时候 也许是 沟通上面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误会了 或者我们没有提 那我们还在调查当中的是不能提供 就是说 你们现在到底有哪些 已经被处分的 到底是罚多少钱 哪一家罚多少钱 报告委员 已经处理完的 一定给你 这是不对的 这是侦查中的 那我们知道侦查中不公开 这个已经侦查完的 不给 这是我们私职 我一定交代他 一定要给 这个绝对不是机密 已经处理到一个程度 已经都上网了 这什么叫机密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一点 我就觉得很奇怪 结果我们跟你们要之间 你们不给我们 结果你自己在电视上面 可能是 我们的同仁 哪些被罚 哪些被罚 我们同仁 误会是侦查中的 有的都 这些案子 刚刚那案子都上网了 所以 抱歉 这点我抱歉 我也请教我们的同仁 凡是已经到一个程度 是应该要处罚 要处罚但要公开嘛 这点抱歉 好 谢谢 那我再请教一下 我看到你在电视上面讲了 对于我们这个新的健保法的这个修法的里面 对于防币的 有防币的条文嘛 对 对不对 哪几条是防币的条文 这个有很多条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新增加的 以前有的但继续存在 就是检举可以有奖金 而且这个检举不限于民众 一届可以检举 一届可以检举民众 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少数的民众 这个就医 他的这个想法不对 他说 我这个健保卡给你 你就是要给我一瓶微鼓力 你这个你不给我 我要怎么样 像这种 有少数的民众也有这样的情形 那除了检举之外 检举的人可以拿奖金之外 其他的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条文 相关条文非常多 所以目前我们现在所谓的A健保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处罚 就是因为有这个条文 你能不能再 除了检举之外 能不能再讲出一两个条文 具体的讲出一两个条文 很简单 这一次的这个 我们的高益的事件 我就可以罚他 可以停止他特约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可以撤销他的这个医师证书 如果他多次 那我这个诊所 这个医院 我可以永远听过 我可以停止特约 而且在同样一个地址 不能够再开业 好 好 这些都有很多 我们这些都在 所以我们才有几百家医院被扣 被罚 被停业 我这样子我知道 那你们这个健保条文修正的时候 健保局有没有参与 当然有 当然有 那健保局知道不知道这些有防闭的条文 来 你说一下 包委员 甚至有一些是不需要到修法的 我们现在在修特管办法 所以你们都知道嘛 我们已经在眼里永不特约 对医院来讲 永不特约是非常大的 是 半个小时以前 我跟你们健保局联络 请你告诉我 哪些条文是防闭的条文 健保局说他不知道 他说他我只是执行的 条文什么我就做什么 包委员 我想那个条文 没有 今天这个健保修法 跟健保本身就有相当的关系 而且健保 常年从事健保的业务 健保局是最清楚实物的问题 实物上到底有哪些问题 哪些缺失 应该在条文上面应该要增列 还是怎么来做防闭的事 如果健保局自己都不知道 那健保局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发生的原因 他跟我怎么讲 你知道吗 你上网继续去看 半个小时前 所以昨天下午六点钟给你们要资料 不给我 今天半个小时前问你们防闭的条文到底有哪些 你们自己上网去看 我健保局不知道 我健保局只是执行的 所以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 那我就觉得 健保局到底干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二代健保的这个修法 将来真的能够防闭吗 执行单位是健保局 健保局既然不知道防闭的条文 你将来怎么去执行呢 如果是我们个别的同仁有这样回答 那是非常非常的不恰当 这我回去会去纠正 那如果说是防闭条文有哪些 其实有非常多叫做生报不只处罚的条文 很多东西是已经在上面 不一定有修啦 不一定有修正 现在是比较重要的是 其实特约管理办法 那是办法 卫生署核定就可以 是不需要修法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积极在做 所以也许我们同条文的其实不好 昨天我听到署长在电视上面讲说 二代健保的条文里面有真列的防闭的条文嘛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 真列的防闭条文到底有哪些 是不是真正能够把目前A健保的这个部分 能够把它真正做做防闭出来嘛 所以我才想要知道条文到底是有哪些嘛 那还有没有不足的呢 不足的部分 我们将来修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它加列进去嘛 那可是我跟你们联络以后 照说你来讲 你们应该是最清楚的 结果你告诉我说 你们不清楚 你们不知道 叫我自己上网去查 那个局长 你回去啊 查明是哪一位同仁 加强训练 如果他用这种方式回答的话 应该给予处置 所以署长啊 所以署长 今天这个案子 高一的案子 是医生自己 尸首良心发现检举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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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今天报纸 说中间有一个医生 良心发现的 尸首向检调单位前去 我说明一下 疑人医院的那个部 它是一个集团嘛 那个集团呢 他去找个别的医院 个别的医师 找这些假病人嘛 找这些人 那其中 这里面有一个医师 他医院知道了 医院这个知道了 那么署长医师就自己承认了 那么自己跟这个检调单位说 我做错了 所以有这么一个 其他的 其他的 他只是检调单位 向检调单位 承认了 没有 没有 他这个是有检举 但他自己很快就承认了 另外的呢 几个呢 都是也不承认 最后是检调单位跟健保局一起去查 查到的 所以那一位 那一位就没有撤销证书 其他都撤销证书 那一位呢 就给他停业 给他处罚 那这样子的反而是很快承认 而且医院马上来跟卫生书讲 说我错了 在自己主动来讲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应该给他稍微轻一点的处罚 是这样的 那从过去到现在来讲 有哪些案子是我们卫生署或者健保局主动资料查发现的 那太多了 刚刚几百个 这个投机表等等送给 呃 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资料也补送给我 对 好 那今天 今天报纸 有一个有一个医生投诉 他说健保局对于医院处以高达上亿的罚款 而实际来讲的话呢 只有二十几万的健保费 不成比例原则 所以他怀疑 是不是这个健保局为了洗刷把关不利的形象 然后借题发布 这是两件事情 是不是为了 不是 是因为健保修法条账 为了让二代健保的这个条文能够顺利通过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做一些这些动作 我跟委员报告 去年啊 连行政院都没有同意要把健保修法列为优先法案的时候 我们就把三个医师要撤销他的证书 那么其中有一个呢 因为他自己承认了 就停业 另外两个撤销证书 这个跟这个有关吗 但没关 那时候都没有说要要要这个健保 我们这个案子如果去查的话 你可以呃 跟这个了解一下健保局 是几个月前 我就开始盯这个案子 那么他现在不是不符合比例认则 因为他的问题不在A那个健保费 他是因为根据医疗法 一个医师把一个没有病的病人 把他的器官给摘除了 是这个要给他停业的 这个是非 这个太清楚了 是用一般的尝试 就说医师怎么可以去做伤害人的事情呢 对不对 所以是因为这个给他停业的 不是因为那个事 不是因为为了推动健保的修设法 完全无关 这个是几个月前 我天天盯天盯这个案子 那像去年行政院都没有同意要修二代健保法的时候 也就处理了 又用这个撤销医师证书的方式来处理了 所以这以上报告 那署长 我再想请教一下 对于民间医改团体要求 这个二代健保实施以后 对于个别医疗院所的这个服务量 医事人力 医院违规事实 健保委员会会议记录等 是不是能够作为公开 这些资讯公开化 我们这个二代健保里面就有要把资讯透明化 如果这个里面条文还不够 那我们在公庭会的时候 在真正修法的时候都来把它补强 所以对于将来的这些资讯完全会公开化 对 照这个医改的团体的意识意见 对 我们很赞成 那还有现在我们费协会来讲的话呢 是 他的会议记录 他是不是公开的 费议记录是公开的 怎么公开吧 怎么公开 有没有在网络上 有 在网络上 我找不到 那我们请你啊 找一个同仁啊 到蒋委员的办公室啊 协助 还是我的技术不够 我上网 我打了那个 这个 这个国民健保 这个医疗费用 这个 可是那个协计会议记录啊 费用协定委员会 一年要分配 四千多亿的议算 我既然的会议记录 既然没有写件出来啊 觉得有 如果这样子 我们就请问同仁啊 跟委员的办公室啊 联系啊 去跟这个 我们的办公室的同仁啊 报告 那么上网 如果这个上网 不容易上 那我们来调整 好不好 好 谢谢